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两个太不好意思了 那天放了我鸽子 王总 那天确实有事情 那这样 我自罚一杯 王总 那天是我有事情耽误了 不好意思 来 你们就不想知道 为什么你们放了我鸽子 我还愿意以低于市场 最低价百分之十的价格 供应你们这红酒吗 干了这杯 请私教 因为啊 我看好你们 这全行业人都说你们两个 是金铜玉鸟 所以我认为你们两个一起做事情 肯定大有钱的 而且以后还得扣二位 多多提携我的全星酒窑 谢谢王总 来 敬你 来来来来 不行 我还是得分清楚 喂 喂 小柔 我正在聊工作 王有事问你 行 我给你发个地址啊 你一会儿过来等我 好 当面说就当面说 正好问清楚 喂 咱们工作的事谈完了 咱们现在说这个 生活里的事 我个人认为 你们两个呀 就是金铜玉女 你看啊 王总 你们俩怎么看都是一对 你看眼神 你看 这个眼神都是一样的 王总 这事 你们误会了 误会了 怎么可能 你看你们两个眼神 互相看的感觉 王总 您真的误会了 我们两个真的不是那种关系 我高总只是合作关系 不行 这样 你们两个给我喝一个 交杯酒 怎么样 来来来来 来 喝一个 喝一个 快点 王总 这不太好吧 是不是不给王总面子 那那百分之十的那个费用 不算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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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这杯我们喝了 你看 什么叫证义 是不是 高兴 为了 我们永远 来呀 哎 你看看 你看看 我就说我不可能看错了 对不对 那我给你看 我给你看看 我给你看看 小儿啊 小儿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你 解释 刚才是 是是是客户 让我们这样做的 我们也是为了工作吗 对 陆小姐追你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 这事吧 我其实也没没当过事 而且都是过去事 我跟你保证 我跟陆小姐绝对是 纯净的关系 而且我们肯定是工作关系 合作伙伴 高兴 你从劳伦斯先生开始 你就一直瞒着我 你现在还在瞒着我 你为什么呀 我 我怕跟你说了 会伤害你 我怕你会不自信 原来在你眼里 我就是一个没有自信 没有自主能力的人 都是这样 其实我也特别讨厌 这样的自己 让我觉得 自己跟你差距很远 你误会了 你想多了 是我承认 之前我是有说过 现在的杨小柔 我一点都看不上 我也都特别不喜欢 现在你的样子 但是之后 我觉得 时代在变化 你也在变化 我们大家都在变化 我为什么不能接受 现在的你呢 我为什么不能接受 现在的杨小柔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 去接受彼此的对方吧 其实 我在重新遇到你之前 我也没有想过 自己到底会谈一段 什么样的恋爱 但是我知道 就算孤独中了 我也不能将就 直到后来我再一次遇到你 我才发现我有了幻想 有了憧憬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想要不一样的人生 就算是平凡 我也想要不一样 小柔 你就是不一样的 你在我心里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与众不同 我知道 我们俩之间的确是有差距的 但是这个差距 不是靠近的 靠你保护我 隐瞒我来填补的 我认为 应该我们两个人 一起努力去填补这个差距 三下午我会陪你去的 跟你一起去说服郭大厨 不用你送我了 小柔你还真是长大了 那我们就好了 好多了 你今天下午啊 你请假去换一次药 估计有个好利息 好 等我一起 这些星期谢谢你啊 天天接送我 不信 那个回头啊 我把这油钱啊 我算一下 然后咱俩四六分 你放心 我让着你 你四 我六 就你那破油钱 你还得跟我算是吗 不是 咱俩住 咱俩住一个小区 从小区到餐厅 就一脚油的事 你上班 顺路就能把我给带过来了 你还跟我四六分油钱 你能不能要点脸 你知道车辆怎么样最费油的 嗯 就是频繁的启动和熄火 这 有专家统计我啊 车辆启动一次 它所消耗的油量 是正常行驶三公里的油量 是 我每回送你到餐厅虽然只有五公里 但是费了我四公里的油量 还有啊 我送你去花药那两次加起来 算 算了算了算了 这账呢我跟你说 你也听不明白 回头我算好了 我告诉你 你放心啊 我是绝对公平的 咱俩 咱俩 咱俩离婚那天 就是一脚伤那天 我车不见人了吗 咱俩大车去的医院 这钱我都没跟你算 东方琪 就你这德行 你还指望白富美能看上你 我 不是勤俭持家 精打细算 大把白富美喜欢我这样 你真的是 要脸不 什么呀 我 你俩一起来了 跟餐厅的人说这两天 你俩天天一起来上班 不会是有什么情况吧 谁谁谁说的呀 我 我跟李大白怎么可能有情况 我跟你 我这周啊 我要下餐厅体验生活 所以说我每天早上都来 他 喝喝 没情况啊 好 哎 妈 香齐 金融律师啊 那跟我太合了呀 哎 不是 那个 长什么样呢 看了没有啊 好 好 好 那这样 我找地儿请吃饭 必须最高档餐厅 这样才能配得上人的身份嘛 放心吧 妈啊 好了 拜拜 走 相亲啊 吐死了 东方琪 啊 给我过来 走啊 喊什么呀你 你干嘛呢 规规随随的 你干嘛呢 东方琪 开车送我我两天 你就跟我平摊有钱 请白富美吃饭 就去高级餐厅 瞧不起人是吧 不是 情况不一样嘛 对吧 咱俩是联盟关系 那平摊大家都说好的呀 那是相亲对象 理应是我请客 我不管啊 在我脚没好之前 咱俩没离婚之前 你不能去参加单身派对 也不能去相亲 凭什么呀 不能 你哪怕你不能这样 我妈给我介绍了一条件 太好的啊 条件这么好 那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的 你刚才说了 咱们两个是联盟关系 对不对 我现在脚都伤了 我没有办法去参加单身派对 也不能去相亲 你也不可以去 不是 还有一点 咱们两个人的婚姻 是在法律范畴之内的 你要去相亲了 就是骗婚 你 太多了 我怎么没想到呢 这有钱吧 四六分就四六分了 但是你得伺候好我这个脚啊 对不对 我这个脚好了 咱俩才能早着去离婚呢 是吧 行了 去干活了 好好想想 这两天忙死了 真是 妈 那个亲不香了啊 这个女孩我不喜欢 你别问原因 总之我就是不喜欢 还有啊 这个礼拜的女孩 我都不喜欢 下周再说 好了 妈啊 拜拜 来 拜拜 你记得我先帮她搅拌一下 嗯 然后从右边上注意一下 好 高总 晚上好 下午了啊 晓柔 那我先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干嘛呀 不会有电话 不会有信息啊 我在忙 忙 你能忙两天 两天能忙什么呀 餐厅生意好呗 那餐厅生意好的话 咱应该去乳 出去吃一顿好 我在后厨吃过了 不想吃 那咱看个电影 大白说了 最近电影都不好看 不想看 小儿 你携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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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我吧 我不是之前跟你道过歉了吗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吗 我之前让你放我回家睡觉 我累了 那行 那我送你回家呗 不用 小柔 你 真的不用你送 你说这天这么冷的你一个人 多多多多多 我说你不要 我说你不要 是 小柔 我错了 你这不理我 我都没有办法睡觉啊 我就算睡着了 那也是做一晚上的噩梦啊 小柔 你就理我一下吧 今天要不是因为公司有事情啊 我早都跑到餐厅去找你了 我特别的想你 我知道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要是今天不原谅我呢 那我就绝食 我就不吃饭了 饿死我自己 看你这么嬉皮笑脸呢 我才不相信你会做事 我该十二点了 该回信息喽 一 二 五 四 三 二 一 怎么还没发过来 明明这几天都是准时十二点发过来 现在都过了十二点了 你本来就忘了 难道是忘了 还是我没回你消息 没耐心了 不理你 跟我说过 睡觉 好你不想小柔啊 我都这么说了你还不理我 回我一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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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 九十九 九十八 五 五 四 三 二 我绝食你是真的一点都不担心我的死活啊 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你知不知道 我一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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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真的绝食了吧 我一条吧 高兴 你不会真的觉食恶晕了吧 你都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不会照顾自己啊 收到给我回个信息 是 是 是 还不是得理我呀 我凭什么跟你活着啊 怎么还快啊 耍大牌是不是 让你也好好地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辗转往侧 高兴 你就回一个吗 不回 就是不理你 你到底回不回来 你绝不绝食你跟我说清楚啊 我也真是被气疯了 那怎么会有小事啊 不行了 我得跟你改叉 一会问一下 不经 看看你的耐心有多久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怎么会这样 不会真的额晕了吧 要 要讨会儿 我今天要是陪她去吃饭就好了 怎么办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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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快给我回 哎 你这个女人 不说真话你还真不理我 你不回来醒了我很开心 特别开心 祝你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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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耍我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他们俩一起去三亚 是去找郭大厨 听他们的意思是去请郭大厨 回来当双重厨 好 我知道了 你好好看看子云轩 这个月的账目 你这个蠢女人 到底怎么经营的子云轩 很可能 这张本跟盈业 都还不错呀 死于原谅的不仅仅只是盈盈额不错 是要把杀猪所有的客人抢过来 你明白吗 可是客人类型不同 他们之前先去把他找回来 可是你有什么把握啊 让这个杀猪的放弃珊猪跟你合作 我可以给他看紫云轩的规划 三亚的机票给你买好了 出行的车也都安排好了 机票和具体的资料呢 我都放在你桌子上了 要不要开完会给你送我一下 好 拜拜 英俊 通知大家开会 好 我到了三亚以后 那边你都给我安排好了嘛 行不行 放心吧 吃住行都妥妥了 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特别给你安排一个 落日沙滩下的浪漫表白 落日沙滩下的浪漫表白 就留给你自己了 不过像你这情商智商 搞定白富美 表明得很好 别给我提白富美啊 哥现在心里苦着呢 怎么了 不必说 på 说完之后 你在飞机上非得笑死不可 那你不得跟我说呀 不说不说了 抱抱抱抱抱 心里苦吧 抱抱抱抱抱抱 overlap 久等了呀 嗨 嗨 嗨 我上个洗手间 你快点啊 赶上飞机呢 冬光琪怎么怪怪的 她怎么了 男人嘛 总有那么几天不开心 我警告你啊 到了三亚 你可不许捉弄我啊 我干嘛捉弄你啊 我们这次是去办正事的 不是去办私事的 再说我这人认真起来 特别不像正常 但是你为什么非得要把 头等舱的机票换成经济森 你让我怎么办 我就是为了亲近一下嘛 正好想一想 怎么去应对郭大厨 你倒是亲近了 我亲近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啊 我们这次会遇到一个熟人 熟人 谁啊 对手 那么巧啊 你也去散压啊 真的还挺巧的啊 这种巧合还挺难得的 刚才登机的时候 我看到杨小姐去了经济厂 山珠现在都那么惨了吗 连多一张头等舱的机票 都负担不起啊 人家杨小姐这样 叫朴实啊 不像咱们 我是替你们感到难过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狭路相逢勇者胜 你说的有道理 小姐 要帮您放一下包嘛 哦 好 谢谢 不客气 早知道了 我就不替公司省钱了 有头等舱不坐 做什么普通舱啊 啊 这下好了 一个人坐在这儿 要是害怕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不知道高欣和庄 腻在里面 什么情况 也是问先生们 我们的飞机 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您借好安全带 收起小桌板 并调制座椅靠背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您借好安全带 收起小桌板 并调制座椅靠背 没想到 没想到 我们第一次合作 这么愉快 这 这件事情马上就要收网了 来 来 来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呀 都是按照您的指示做的 我故意把那个机票啊 放在了那个桌子上 如果 如果山之屋 真的有庄黎的卧底在 那他现在肯定是 非常留意高兴和杨晓如的行踪啊 真是料事如神啊 那也得靠你的演技啊 哪有 别说啊 我真的觉得有点像吴剑道 隐蛇出洞 你还真让他们上钩了 真是个好演技 别别别 别别 别拿一种 你夸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的演技只针对于坏人啊 我对领导 毫无演技 绝对忠心耿耿 我相信你 发脚机时候想着我 你这么说 叹剑道 彊子 散友 救 Hayır 为了最后一桌 还不这样 鸡蛋 内鬼 商业间谍 没错 你想想看 我们一说来三亿 找郭师傅 他就立马知道我们的行程 而且之前有那么多事情 对我们是两童之章 还有 之前那个小县 你记得吧 他就是一个小扣文 我们现在身边 还有他更重要的内鬼 你都知道了 你怎么不报警了 报警有什么用啊 怎么 他现在只是跟着我们 我们有什么证据吗 人家又没看出 什么破格的事情 好 跟紧啊 别丢了 好嘞 喂 喂 东哥 嗯 好 好 我把手机给他 来 东哥让你接电话 哎 我已经到了 现在跟着他们呢 老板改变主意了 他不想让你把这新锅子 招到辞职 你为什么那样的嘛 老板还是控制不了山植屋 老板的意思 是想通过这个新锅子 直接入组山植屋 把杨小柔踢出去 那样 老板就用这一钩子上去 这怎么可能呢 老板说了 谁让你见到这新锅子 给我打电话 让这新锅子 跟老板直接通话 谁让呢 他们一通上电话 那新锅子就会乖乖地 让他下去 他就干什么 因为老板的手里 有这一个山之屋的秘密 秘密 什么秘密啊 这好像不该你问的吧 好好把你的事做好就行了 别跟丢了 跟着这么明目张的 我明白了 韩木只把郭师傅的地址 给了你还有我 庄妮她不知道 所以她只能明着来了 明抢 她这就是抢 所以我们一定要 在她见到郭师傅之前 把郭师傅给搞定 我现在越来越不觉得 庄妮是一个人了 她背后一定有人 可这个人是谁呢 为什么一定要得到 神主了呢 哎 哎 不就这了吗 嗯 哎 您好 请问这是郭建华 郭大熊家里吗 哦 你们找建华呀 嗯 嗯 他两个多月前 去世 啊 啊 去世了 英俊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再也没有机会了 郭振华死了 老板不会放过我的 怎么办呀 什么 郭振华死了 老板让我搞定山之物 我失败了 但我空的山之物和主厨 我也一件事都没干好 其他两被一能找到郭师傅都去世了 这次我失控 老板就还要泡汤 怎么办 他再也不会放过我 我没有机会了 怎么办呀 庄妮姐 我来想办法 嗯 好 谢谢你们有心啊 你们来给 赵华上身 请客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如果是我这么早 只是你去睡 啊 阿姨 您也要注意保重身体 好多了 我也一直慢慢地在调整 现在已经慢慢地适应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还想着这么多 其实说来 我们也觉得挺惭愧的 因为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 神之屋还有郭大厨 是被厨师的 我们是二十多年前移居法国的 在国外谋生不义 渐渐的我们就和大家很少联络了 也是两年前说起夜落归根 我们才又搬回了三亚 郑华和他的朋友在一起开了一家淮阳餐厅 不久就安顿下来 可是安顿的日子没过多久 郑华就查出了癌症 两个月前就走了 两个月前就走了 我也 其实 我爸爸前一段时间也去世了 高大哥 他一定吃劳累 落下的病啊 我们这代人 小的时候生死特别艰苦 年轻的时候 又刚好遇上了改革开放 终于有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 大家都不宜一力的奋斗着 奋斗是件好事 可是身体扛不住啊 现在你们还年轻 可是要注意身体啊 阿姨 您人真好 您也要多多保住身体 对了 你们还没有吃饭吧 就在我这儿随便吃点 那怎么好意思吧 阿姨不用了 他特别挑食 不太好伺候的 你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的 郑华叔叔和我 都知道你的后遗症 我不敢跟你吃别的 正巧 我儿子今天烧了阳春面 你们就在这儿吃阳春面吧 您有儿子 对啊 我儿子是学律师的 在律师事务所做见习律师 他爸爸病重以后 他就回来陪着我们 刚才他刚好出去了 或者我一定介绍你们认识的 好啊 你们坐着 我给你们成练去啊 谢谢阿姨啊 谢谢阿姨 尝尝吧 尝尝吧 谢谢阿姨 小叔啊 你看这把面看起来像清湯面一样 但却吃出来鱼香的味道 嗯 而且面里面的层次啊 加征了很多 还有 它面身很劲道 厨师的手劲非常到位 翻面的技术也非常鲜熟 鱼露 柠檬叶 嗯 嗯 厨师 还能够就地取材 使用三亚盛产的鱼干 而且 味道非常鲜美 同时又带有一丝海腥味 用柠檬叶来平衡 用鱼露来调味 可以搭配出非常鲜美的味道 看到你们俩这么好 我们就放心了 谢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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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吧 真好吃 本来还蛮新欢喜的 到这儿来找郭师傅 没想到他去世了 放心吧 郭师傅的在天之连 一定会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的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车到山前必有路 船到小偷自然纸 我相信万事都有解决的办法 嗯 哦 我到了 小柔 你真的不要想太多了 我们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我不希望 你在这里心情不好 别不开心 放心吧 嗯 嗯 嗯 哦 不是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吧 我生命都没发生的 我稀里糊涂了成二婚了我 你要觉得亏的话 他俩可以发生点什么呀 东方琪 我告诉你啊 赶紧离婚 赶紧让我脱离库海以后 和你任何瓜哥都没有 听到没 怎么叫任何瓜哥都没有 有瓜哥呀 你还想怎么样是不是 别生气你听我讲完啊 这夫妻做不成 咱俩可以继续追来联盟啊 过去了就让它过去 以后继续前行 这倒上句人话 也是这么回事 哎 有一点啊 咱们两个一定要为对方 互相隐瞒婚事 听到没 必须呢 不我还觉得亏的吗 我更亏 谁要你了 你去干去 哎 还凭什么那么去啊 不咱俩干几个几天 你就失望我 赶紧的去啊 你这臭妈妈可不好啊 这屁 来了 大白 你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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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哎呦 你不是就那个声是吧 小齐的 妈妈你走了 你怎么在我女儿房间了 哎我问你呢 哎呦 你怎么在我女儿房间了 这孤男寡女的啊 这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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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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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听我说啊 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刚搬过来吗 然后 我没时间给你打电话 没时间跟你说呢 是这样啊 我俩是合租房子 就是他一个房间 我一个房间 任何关系都没有 真的 你这是非法投居 哎呀 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哎 你说你在小楼家住得好好的 你非得搬出来 和这个不靠虎的男的住在一起啊 这孤男寡女的 这像什么话 像什么话 这像 我 我 结婚证 你们两个 结婚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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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